各位人類晚上安娜 我是RSAQ 瀕臨絕種團的漏津漏津 Yay 相信你各位人類都知道 不久前台北市立動物園的 健養水他金萌生哥當媽媽囉 剩那兩個 短小可愛的水他寶寶 而爸爸呢 是小金與金沙的後代 無憂喔 這一次 難得與台北市立動物園的研究團隊 有合作機會 金萌夢想來向你各位介紹一下 動物園的研究員們 除了到金萌 拖緊水他同胞的便便之外 平常在忙些什麼呢 嘿嘿 動物園之前跟你各位聊過 因為金萌的歐牙水他 是瀕臨絕種保育類的野生動物 在進行研究時 會盡量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 因此透過水他的便便 也就是排1來進行研究 是很好的選項 既不會傷害水他 也能得到很多有用的資訊 當收到水他死亡事件通報後 研究員也會在檢驗時 採集所需的樣本 例如皮膚或肌肉組織 進行組織培養 並以超低溫冷凍保存 提供保育治療 台北西利動物園的研究員 分析水他排疫裡面的殘餘DNA 進行個體便室與親緣鑑定之後 發現到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般人之中 水他還是移動能力很強的物種 一般人之中 各種類的地圖 採集所緊繫 川坂 看到林 哈 夥 今天 我也 有 有 喜歡到處探索領域交朋友 甚至互相較勁 但實際上千元分心的結果 卻發現 新鎚他們跟你各位一樣宅 就要下一個花椒 以參與花椒 在這裡 標準標準做到了 加至新鎚 穩穩的 就在始終 開車 放側 豬哥 金門地區的歐雅雪塔族群清取關係 大致上可分成東半島的金沙溪水系 東半島海岸太湖水系 以及西半島四大清源群 彼此之間很少往來 其實這對水塔族群的健康並不是很好 特別是西半島的水塔 感覺就特別的孤立 綜合三年的研究結果 目前金門的水塔同胞 大概只有150隻左右 數量並不多 因為七席地已經達到飽和 研究員說之後也很難容納更多個體了 而且大多數的幼年水塔 在出生後第二年都會上市無影無蹤 真的是非常可惜 但也很無奈的事情 又不 пош無縮 在 esavä點 都不勝致 這個餐廳 就算是一個為什麼 我們當然賣來 在那一段時間 帶點東西 你隨便 那一段時間 你自然可以 進行 你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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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生什麼事 洛夏 洛夏想跟你各位說 研究員們都很擔心金門繼續開發下去 學他同胞可以居住的地方越來越少 最後都跟洛夏一樣轉世成為人類了 因此金門縣政府的好多單位 都在努力尋找 學他能與人類共同生活下去的方法 最近在洋山巨洞那邊進行的基地改善措施 設計系統大階梯、幻波、生態補導等 似乎有收到一些效果 所以他也會來蜘蛛使用了 未來也會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蜘蛙水塌是一頁行星動物 主要在一間出沒及活動 有時候又他脫離太遠沒有注意到 很容易用他走散 如果大家在白天發現歐牙水塌出沒 或是發現一絲走失、受傷以及死亡等個體 請立即通報仙將府 並撥打仙人專線1999 仙府會立即派員前往救援 這集的水塌小教室就來到這邊 未來也請你各位繼續關心金門的水塌同胞 同時也記得關注探阻金門頻道的短片喔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螢幕後面的故事 在美國人跟著說 後面的碼手 我們在美國人中夾雷 上樓後面的碼手 我們在美國人中夾雷 衛衛中和共同一邊 皇后面的碼手 他才是從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